7月8日到16日的湾区活动 7月8日Hacking and Backing在湾区 生命和基金会假日广场讲座 7月9日梭哈人生电影欣赏 优势爆米花电影院 7月8日至9日和7月15至16日 旧金山民族舞蹈节 7月9日第33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会 7月15日介绍金山湾区华人运动会 精神患者治疗方案中的重要手段 心理治疗 美国华语精神健康联盟讲座 7月15至16日门诺夏日接会 加州得天独厚的阳光空气及美景 让假日的户外活动多姿多彩 而单车及践行更是常见的活动 此次由生命和基金会 假日生活广场举办的 Hacking and Backing在湾区讲座 将于7月8日星期六下午2点 在西谷生命和灵良堂举行 讲座特邀单车爱好者刘大兴 健行英雄正福生 分享自行车种类 骑行装备及安全注意事项 并介绍湾区最佳骑行车道景点 手机APP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周末休闲的最佳风势 当然是欣赏一场精彩的电影啦 由优势爆米花电影院 为您带来的电影欣赏 梭哈人生 将于7月9日周日下午3点 在西谷生命和灵良堂交易厅准时播放 梭哈人生是一部由普利斯奖提名作家 戴夫·艾格斯同名畅销小说改编 金奖影帝汤姆·汉克斯主演的 励志喜剧新作 影片讲述一位美国中产阶级的中年男子 面临公司倒闭 与妻子离婚 身负拒债的生活窘境 试图把一套3D立体投影技术 卖给沙鲁地阿拉伯国王的故事 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快来看梭哈人生告诉您答案吧 舞蹈爱好者的喜讯 一年一度的旧金山舞蹈节来了 在即将到来的7月8号到9号 和7月15号到16号的两个周末里 第39届旧金山民族舞蹈节 将于旧金山战争纪念歌剧院盛大举办 节目有来自各国的传统和民族舞蹈表演 并会带您体验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风情 湾区年度最盛大的华人活动 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 将于7月9日周日 在Cupertino高中体育场举行盛大开幕及分裂式 有一百多个团体参加 并有舞蹈表演 开幕时候将举行名人赛跑及田径等多项比赛 欢迎您前来参观 在华裔社区 大家对心理治疗往往因为认识不足而导致轻视 或者过于依赖 如何让心理治疗有效地帮助精神患者康复呢 由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举办的免费普通话讲座 介绍患者治疗方案中的重要手段 心理治疗将于7月15日周六下午1点到3点 在Fremont的Liberty Street举行 讲座请来临床心理学家陆颖博士 为您做深入浅出的讲解 并准备了30分钟时间答疑 请大家不要错过 一年一度的Melo夏日接会来了 7月15到16周末两天 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在Melo Park的Santa Cruz Avenue 将会举办热闹有趣的Melo夏日接会 届时Melo公园将会有许多艺术及手工艺品摊位 还有现场音乐表演 攀岩 骑成小马 和适合孩子们的趣味活动 定会让您和家人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夏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